受到颱風的影響 金融地區刮起最大震風有15級 也是台灣本島最大風速的地方 不只各區傳出災情 更嚴重的是台電陷入損毀 造成大金融地區15萬5000戶停電 週六晚間台電在榮安街一帶施工 地方居民表示沒電真的很辛苦 昨天凌晨3點多 3點20分就停了 我們家的那個冷凍庫的東西都壞掉了 對啊 有幾百戶吧 應該跟那個山坑那邊 應該還有332項 還有一個400項 順應那個我們這些那個里民的醫師 儘快把它擋供完成 台電金融處處長也親自到現場視察 與地方居民溝通 也指出這一次受災情況 是近年來最嚴重的一次 這個山坑里的鄉親 台灣電力啊 昨天面對這個史上以來強烈的颱風 帶來好大雨跟這個大風啊 所以造成相當程度的一個損害 我們會用人力啊 來扛電桿到這個位置 還要爬上去 這個位置爬上去 把這支電桿換下來 那因為現在這個 我們的電桿的這個限價都已經斷了 因此呢 我們今天晚上一定要把它完成恢復送電 尤其林理長啊 已經透過各種管道啊 希望台電能夠為鄉親 在今天晚上把它復救 恢復供電 台電啊 應該本於這個職責所在啊 要把它徹底啊 把它完成 台電指出 經過全力搶修後 已經在14號晚間5點 全部搶修完成供電 在集合有線電視系統部分 也跟台電一樣受損嚴重 許多線路跟器材被15級陣風摧毀 加上部分纜線必須配合電桿進行修復工程 以至於部分地區尚未恢復正常收視 集合公司目前正動員全部工程人員搶修 希望以最快的速度修復完成 記者蔡曉君 採訪報導